大家好,我们是坚果探行者 今日本团队将以互动式问答来进行我们的主题 探足印坚果心 今天本团队将分成五个部分来进行分享 首先是研究动机 你们知道政府在去年颁布了什么法案吗? 该不会是 没错,政府在去年颁布了气候变迁因应法的修正草案 明定2050年的净宁排放目标 今年也会开始征收探税哦 因此,减碳行动对企业而言是势在必行的 同时,本团队也发现冰环坚果的知名度实在是太低了 因此以这两点作为研究动机 本团队建立了一套碳排查系统 Lightboard聊天机器人AR行销创造互动式体验 等等,这跟我们课程有什么关联啊? 当然有关联啊 我们结合了课程所学的商业概论 专题制作更重要的是 我们结合了数位科技概论与应用的 VAR、VR以及聊天机器人 接下来就到我们的重头戏哦 冰环坚果公司困境在行销方面 知名度不足以及价格较为昂贵 而知名度不足是冰环坚果最大的痛点 接下来是生产 低温烘焙使时间拉长3至5个小时 让碳排放量增加 还有成本不良率高的问题 接下来是SWAT交叉分析 我们将重点着重于WO扭转性策略 本团队帮冰环坚果建立多元的行销策略 例如Libar聊天机器人 AR扩增实境 增加与消费者的互动 也希望透过政府计划引进新款设备 减少碳排放量 本团队使用SS做出属于冰环坚果的碳盘查系统 引导契约员工输入资料产生后面的结果 员工就不需使用复杂的公式去计算 尤其可以帮助较为年长的员工使用 诶 那这样一年的碳足机是为多少啊 通过以上三个阶段可以得知 冰环坚果一年的碳足机为53.6吨 而为了能够减少碳排放量 本团队也协助冰环坚果 申请经济部小型企业创新研发计划 首先是箱型真空烘焙机 目标是减少用电量13.45% 减少碳排放量14.69% 再来是自动化颗粒包装机 包装不良率目标减少12.89% 减碳0.2公顿 而冰环坚果也成功获得政府补助经费 145万元 冰环坚果也达到联合国所制定的SDGs目标中的第三项健康与福祉 以及第十二项责任消费及生产 也达到ESG永续发展的三大项目标 讲那么多那有什么有趣的行销策略吗 当然有啊 我们利用并AI生成赖贴图 也使用了Course平台连接Lite控制台 创建Libar聊天机器人的后台及官方账号 Course平台是由抖音的母公司 于今年2月时所推出的产品 使用者不必写程式 就能轻松建立聊天机器人 这边是我们的官方账号 一般的官方账号会有限制询问的情况 而本组的Libar聊天机器人为AI24小时服务 我们可以输入特定的条件 而机器人则会给予相应的回答 本组也使用了iJek 制作AR导览互动式影片 这边是我们的行销影片 在后续我们也设计出一款 AI扩增实境行销游戏 是使用Meka与Skybox AI进行的互动式设计 再来是研究结果 经过问卷分析后 我们可以得知对消费者而言 坚果和低碳合作的方式 较倾向于采用碳足机生产方式 除了可降低环境影响外 更可让冰黄坚果善尽企业社会责任 而在科技接受度方面 民众对于AR技术的 易用程度及有趣程度 分别为69%及79% 再来是IPA落点分析 消费者对于商品资讯值制成 具有高度满意度 而在Logo标语设计及通路的满意度则较低 最后是结论与建议 在推广方面 团队建议企业可多投放广告及举办活动 以提升企业知名度 在碳排减量方面 团队建议企业采购新型生产设备 以改善不良率及能源耗损问题 在生产方面 本团队协助冰黄坚果利用两台低碳效益设备 获得政府补助共计145万元 在行销方面 团队设计LINE贴图 官方账号及拍摄互动式导览影片 协助企业达成减碳目标 并提升市场竞争力 以上是我们的报告